刚刚到家老婆给我安排了个大龙虾啊 听说在饭店主的家里没那么大锅 为这个以后吃大件啊 家里得买个大锅啊 猜猜多少斤啊 点赞走这一块走一走 冷一冷啊 然后我手机充电 马上开开 拿下来开 哎呦我塞 我们全都装不了了 可以 马上吃 开啃 这个龙虾很肥啊 全肉 啊 飞 我这边吃 知道我这两天啊 就是有点累 老婆给我准备一个大 比目啊 实际上的老婆去拿一招 四处来讲 不然碗口太小 放不进去 这个也是一个老铁 私信大侠的 说大侠好久没看你吃大剑了 能不能安排一个 必须安排 简单破一碗 今天晚上破一碗 明天继续练 你就看大侠能不能这样做就行 明天破一碗就喝点湿 正好热 太贵了 鱼水啊 鱼锅里边基本没有什么距离啊 什么事啊 基本没什么距离 什么事啊 我要搬了腻哦 最高的东西肯定要喝 喝点带劲 喝白产品不能倒太多 倒太多就是饮料 再说一遍 这个视频点赞今天晚上破一碗明天继续搭店开店啊明天到后天开店 还有朋友说看小看尼罗尼罗今天断子有点多了已经拍完了啊后天明天发 那大家如果还想看大家吃什么 你这个还有椰子蟹椰子蟹真的是太难找 国内淘宝上面很小这个 那么大一 找到货员啊 继续安排 把它撕出来一点 这东西都是我的 我老婆出去了 家里面就我一个人 壳是硬 继续 还有大甜的啊 这个钱的我专门买了一个切割东西的工具啊 这边拍视频给你们看 不用备了太麻 点赞 UR 这边 MUSI 知